楼市王榨政策终于是来了 先是将首付比例 首套房最低两成 二套三成 在这以前各个地方是有差异化的政策的 有的小地方它已经是实行了首套两成的政策 但没有全面的推开 这回呢是明文规定全国都可以搞 所以呢估计接下来 除了北京上海还会稍微有一点悬念之外 其他地方大概率是全面推开的 其次呢 在多次降息之后 这个存量房贷利率也要调整了 从9月25号开始就可以申请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有房贷的 可以跟银行商量一下 调整一下你的利息 或者是去重新申请一次房贷 用现在的比较低的房贷利率 去换掉原来比较高的利率 粗略计算的话 这次平均下降的幅度接近1% 大概每100万的房贷 每年能省6000元左右的利息 不过呢要注意啊 这事仅限于首套房 但这个首套房的定义呢 是第一次住房贷款 还是说像广州深圳一样 认房不认贷呢 这个就还得要找银行问清楚了 同时还要注意 新发放贷款相对LPR的加点幅度 不能低于原贷款发放时 所在城市利率政策的下限 这个呢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就是不得低于20个基点 更直白一点说就是 现在如果你的房贷利率 已经低于4%的 那你下降的空间就已经不大了 但是多数人的商业贷款利率 还是挺高的 那这次一致化呢 房奴们的负担可以大大减轻 房地产市场的总体风险 也有所下降 对于经济的复苏 也是个有利的刺激 央行也在回应中说了 说这个政策有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呢 节约大家的利息支出 好促进消费 第二呢 是银行能够减少提前还贷的现象 减轻对于银行利息收入的冲击 第三呢 是压缩违规使用金银贷 消费贷置换的空间 减少风险隐患 同时在今天的文件里 还重点提了 严查金银贷消费贷 要做穿透性实质性的审核 一旦发现就严肃处理 有没有觉得这套组合拳下来 大有一种以雷霆击碎黑暗的感觉呀 就算房地产在ICU里了 也要拿个电机枪 把它给垫起来 毕竟经济要复活 还是得靠楼大户啊 吴小秋教授最近批评大A了 说如果想要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 那首先就要改变资本市场 就是融资市场的这个理念 你可能会觉得 哎 这股市不就是上市公司来融资的吗 不让上市公司融资了吗 那还是股市吗 咱不妨来看一下 美国科技七巨头 今年8月份的数据 高高的柱子是公司的市值 短短的红柱子 是它在股市里的总融资额 第一名的苹果市值2.7万亿美元 融资总额只有1.82亿美元 它的市值是融资额的1.5万倍 那为什么这么高的市值 居然只从股市里拿走了1.82亿美元呢 因为苹果是美股最强的回购王啊 在过去的十年里 苹果一共投入了6248亿美元回购股票 平均每年投入620亿美元 股票回购了之后呢 它也不是继续持有 而是直接就注销掉 这样一来就增后了其他股份的美股盈利 就可以不断的推升股价 除了回购之外 苹果每年还有四次分红呢 在过去的五年里 平均每年给股东分红132亿美元 回购加分红 一年给市场就输血了750亿美元 至于什么减持什么增发 就没有听说过 回购量第三名的微软更加夸张了 过去十年回购了1850亿美元的股票 而它的市值是2.45万亿 总融资额只有0.59亿 市值居然是融资额的4.1万倍 此外呢 美股去年IPO折合人民币是1900亿 他们400万亿人民币市值的市场 一年只抽血了1900亿 另外还有大量的上市公司 在不断的回购注销股份 抽血本来就不多 还在不断的往里书写 也难怪又创新高了 然后再回头看 咱们A股去年IPO 融资了3497亿 大股东减持了3483亿 再融资了6574亿 加起来这就1.35万亿了 再加佣金和樱花税 达到了1.5万亿 咱们80万亿市值的市场 一年就抽血掉了1.5万亿 你说能够贫血吗 而我们的回购呢 截止到今年的10月底 1116家上市公司的回购金额是 631亿人民币 而苹果一家一年的回购 就是620亿美元 所以说呢 吴小秋教授就建议说 这个IPO干脆缓一缓吧 因为最近几年 每年都有三四百家上市 市场有压力 但是呢 咱们的投资者真是太有觉悟了 有投资者说了 缓一缓的话 那那些急需资金的企业 不就破产倒闭了吗 这话把吴教授也给整不会了 只好说 如果IPO停个半年一年 就破产的企业 那就让它破产吧 一家成立才五年多的越南车企 上市的当天 市值又追上了奔驰 一个星期压过了保时捷 更是狠狠地把中国的汽车 一个比亚迪甩在了身后 许家印贾跃挺想干没能干成的时候 难道居然被这个越南首富给率先干成了吗 这家越南的造车新势力叫WinFast 2017年才成立 创始人叫潘日望 这位创始人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越南首富 旗下的集团营收占到整个越南GDP的2.2% 有了这个光环的加持 它在造车时也显示出了非凡的超能力 2018年 这家车企买下了通用在越南的生产线 当年底就宣布说 它的燃油车年产能达到了25万辆 2021年的10月份开始造电动车了 而且这个布子卖的很大 4个月后就说要到美国去投资40亿美元建工厂 8个月后就说再也不造燃油车了 正因为这样 这家公司还被人取了个外号 叫做越南特斯拉 除了大张旗鼓的造车之外 这家公司还同时在搞资本运作 今年的8月15号 他跟澳门赌王何鸿生的儿子何优龙旗下的一家 SPC公司完成了合并 实现了在美国的曲线上市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上市的当天股价大涨超过250% 市值高达860亿美元 这已经超过了奔驰排名全球第五了呀 在短暂回调了四个交易之后 8月22号股价再次大涨 最高涨幅160% 市值达到1000亿美元 排名全球车企第三 这个排名仅次于特斯拉和丰田了 这事可真是 奔驰看了沉默 保时捷看了流泪 这要放在贾跃亭身上的话 估计那个男人下周真的就回国了呀 那么既然他的股价涨这么好 那他的纯电汽车到底造的怎么样呢 说实话因为毛病太多 因为美国车评人试驾之后的评价是 最令我震惊的是 这是一辆已经开始上市销售的 车主们得自己掏钱去买的汽车 虽然说这家车企成立之后 就持续的亏损到现在都没有盈利 虽然他老板说 预计今年的销量最高能有5万辆哟 虽然这个数据在中国 基本上连新势力都算不上 只比理想一个月的销量稍微多一点 都赶不上比亚迪一个星期的销量 但是呢 他的市值现在不光超过了 魏小李三家的总和 比比亚迪还要高出了100亿美元 这家公司股价大涨了魔法 其实就是越南首富家澳门赌王的资源 通过SPA的操作 也就是特殊目的收购 实现公司的快速上市 而且由于公司的流通盘很低 只有总股本的不到1% 盘子小股价就很容易剧烈波动 甚至被操纵 就拿昨晚来说好了 虽然他股价最高涨了160% 市值增加了接近700亿美元 可实际上的成交额呢 只有不到5个亿 所以说他这1000亿美元市值的光环 其实更像是一个大泡泡而已 能跟这个泡泡媲美的 或许 当初花了五六万买的金 可能现在转手5000都卖不掉了 有一半的钢琴厂已经倒闭 有媒体报道说 2023年钢琴的销量是断崖式的下跌 而且整个行业的下行 其实从2019年就已经开始了 20年到22年是比较的惨 到现在 这个行业的销量 几乎只有他高峰时的15%了 A股似乎也在用股价佐证这些信息 像珠江钢琴已经连续跌了5年了 最近9年来只有一年是涨的 海伦钢琴的股价 从最高27块跌到现在只剩下7块 而钢琴行业的今天 很有可能就是很多其他行业的明天 那为什么这个行业会这么惨呢 总结下大概有几个原因啊 首先 投入成本很高 一台钢琴几万块 贵不说 更重要的是开庭站地方的 现在大城市的房价一平米都几万块钱 一台钢琴占了小半个客厅啊 相当于几十万先没了 再加上课程费可能要几百上千一个小时 从入门学到熟练 这学费都海了去了 第二 竞争激烈 学钢琴的人真是太多了 网上都有段子说 光是北京海淀就有几十万个小孩在练琴 这个数字虽然是夸张了 但绝对数肯定不会少 可想而知 想从这门艺术中脱颖而出 难度的有多高啊 而所谓的特长就是少数人会的那才叫特长嘛 如果大部分人都会 那这种特长还剩多少意义呢 很多网友都说了 花那些钱我还不如出去多旅游几次呢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没有太多的市场空间 很多乐器都可以背出去 或者装在车的后尾箱里面带出去 但是钢琴 那真是搬不动带不走 在家里谈还容易扰名 被邻居给投诉了 最大的作用或许就是在公司年会上发挥那么几分钟 但是呢好像对于本职工作也加不了多少分 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人口结构跟经济形势变了 咱们中国在前年总人口首次出现下降 新生而更是连续的在下跌 这意味着未来的学员会变少 加上现在咱们的城市化进程也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原来呢是经济增长 人口增加城市化提高 多种因素共振 造就了钢琴市场的繁荣 可是现在是原来的那些有利因素全部都转向了 现在很多城市中产的房子 股票 理财 各个账户都在缩水 甚至有的人连工作都变得不那么稳定了 所以呢 受到影响的肯定不仅仅只是钢琴 有统计显示了 现在几乎所有的非必需消费都在萎缩 比如说主流的娱乐方式里面相比三年前 酒吧 电影 夜店 KTV等等下话是最严重的 这些呢都是年轻人的节目 而增长的较好的则是偏向于中老年的 而且花费较少的项目 比如说逛公园 城市徒步 还有瑜伽之类的 总之不是钢琴学不起 而是这笔钱花在其他的地方更有性价比 钢琴的销量雪崩或许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有很多非必需的消费品 估计都有可能会面临着钢琴这样的命运 这是台也要把国族抬进世界杯吗 国族小组赛表现的不好 但是呢 在新加坡跟泰国的比赛中 40岁的新加坡门将愣是扑出去了11个必竞球 结果中国在积分竞胜球 还有竞球数跟泰国完全一样的情况下 愣是凭借着相互关系的微弱优势胜出了 咱们被抬进了亚洲预选赛18强 然后呢 赛后新加坡门将桑尼开的餐馆 都被时刻们挤爆了 网友们说了啊 中国对庆功宴 桑尼不来 谁也不要动筷子 国族现在被抬进了亚洲18强 但这还远远不够 要知道国族祖联更加希望能够把国族 抬进世界杯的决赛圈 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呢 国族祖联主席英凡蒂诺就直接喊话国族说 希望你们打进2026年的世界杯哈 可问题是 你要知道上次我们打进世界杯 那都已经是2002年时候的事情了呀 但不管怎么说哈 为了把国族送进世界杯 人家国际组联都拼了呀 先是扩圈 把下届世界杯的参赛球队数 从以前的32支 扩大到了48支 其中呢 给到亚洲的名额从4.5个 增加到了8.5个 亚洲是增加比例最多的 然后呢 这次小组赛中的中韩大战 英凡蒂诺都直接跑到现场去观战了 其实韩国队出现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嘛 他显然是去给国族打气的 可问题就在于哈 这国族一直都是跟A股比烂的呀 一顿卧龙凤厨啊 可是为什么国际组联主席 会这么抬爱咱们的国族呢 连日本的媒体都看出了端倪 说中国企业是国际组联的大金主 话说这个世界上商业价值 最大的十大体育赛事里面 七项都是足球比赛 其中世界杯排到第一名 奥运会呢 只能排到第八去了 全球足球产业的年生产总值 高达5000亿美元 被誉为世界第17大经济体 占到所有体育产业收入的将近一半了 但是呢 近些年来 世界杯的收入增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再加上近些年来 全世界的经济情况都不是很景气 搞到国际组联也有点焦虑 于是呢 财大气促的中国企业 就成为了国际组联的希望了呀 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上 中国都超过美国 蝉联着第一大赞助商 2018年 咱们7家企业的赞助金额 就占到了当年总赞助金额的三分之一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 万达威望猛牛和海信 这4家企业的赞助金额 达到了接近14亿美元 超过了可口可乐 麦当劳等等美国企业 11亿美元的赞助额 而这呢 还是在国足没有打进决赛圈的情况下 如果这回国足真的能够打进世界杯的话 那不用想 肯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跑来参与赞助 那赞助商多了的话呢 就会采取竞价模式 但是豪横的中国企业 只要觉得值 在花钱砸广告这个事上 咱们怕过谁呀 另外呢 最近两件世界杯上 我们购买版权的费用是3到4亿美元